雨天开车上高速跑长头时 要注意什么呢 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年底了 人多车多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 雨天开车时的四点驾驶技巧 和注意事项 只要你提前懂得 对你日后开车守高速 肯定有帮助 首先第一 队友在这样待大雨天开车时 都建议大家走中间的车道 因为两边的车道容易积水 就算你走到这样两条车道的高速 也建议大家走右边的车道 这样的话 就算前方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你往左边道旁边还是车道 往右边道还是应急车道 第二 对雨天开车走高速 特别容易前挡玻璃跟车窗玻璃 容易起雾 那么如何快速的去除雾呢 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打开空调 打开前挡玻璃储物按键 打开外循环 记住了 灯不亮是外循环 灯亮是内循环 所以一定要打开外循环 至于是用冷风还是热风都可以 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这个风量开关调到最大 那么我们的前挡玻璃跟车窗玻璃 物件很快就会消散 第三 对于雨天开车 不管你是走高速 还是在城市道路开车 我们车上的这个按键 千万别乱按 这个是车身稳定系统 假如说你不小心按到了 或者是说你没有按的情况下 你的仪表盘上都出现有这个图别的话 那就赶紧靠边停车 就证明你这个车子有问题了 因为这个车身稳定系统 它默认是开启的状态 一旦有这个灯亮 就表示完毕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雨天开车时 就特别容易引起侧翻压或者是侧滑的情况 同时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 在轮件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定要开启雾灯 而不是双闪灯 因为雾灯的穿透力是要比双闪灯更强的 所以在对于这样的龙间都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定要开启雾灯 开启这个雾灯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向左的章鱼是前雾灯 向右的章鱼是后雾灯 所以一定要开启这个雾灯 才能够更好的有效的提行到后方的车辆 第四这一点就比较关键了 在雨天开车的时候 我们这个前挡玻璃总是有一层雾蒙的东西 我们用雨刮刮还刮不干净 很多的朋友都搞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记住了 这个就说明你这个前挡玻璃上有油膜了 那么这个油膜是怎么形成的呢 也就是说只要你这个车停到室外 那么空气中的污染物都会附阻到这个玻璃上 形成油膜 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也就更加的明显了 但是很多的朋友他都分不清楚 这个玻璃油膜跟玻璃起雾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住了 玻璃起雾是在我们这个车子的内侧 也就是说在这个玻璃的内侧 那么玻璃油膜才是在这个外侧 玻璃油膜的处理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在我的主页视频都有单独的给大家讲解的 特别是到了这个年底了 大家都要上高速跑长途 一定要处理好玻璃上的油膜 再开车上路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这个麻烦 就是这个麻烦 就是这个麻烦 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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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